女孩与男友在餐厅里吵架 力言不合竟然拿出了手枪 这场闹剧引来了警察 虽然没人受伤 可因为女孩拿的枪没有执照 所以还是要以非法持谢罪逮捕她 从女孩身上的证件得知她叫麦格 住在天堂之家庇护所 正在接受戒毒治疗 本以为这就是小情侣之间闹别扭 可没想要竟然牵扯出来了一件大事 当两名警探去医院准备逮捕麦格的时候 庇护所的贝蒂修女过来处理她住院的事情 可没想到麦格竟然对贝蒂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菲尔单独跟麦格进行了谈话 于是麦格告诉菲尔 昨天晚上她因为生病吐了一身 贝蒂修女曾帮她洗澡 可在洗澡的过程中 贝蒂竟然侵犯了她 案子查到这里 已经不仅仅是非法持泄这么简单了 其实女孩是个瘾君子 说的话可信度并不高 但只要她说了 那警探们就得查 于是他们先是找到庇护所的负责人鲍威尔 麦克问你怎么看麦格说的这件事 鲍威尔说我对这件事确实没什么头绪 不过像麦格这样的孩子曾在街上生活了一段时间 对他们来说有时候生存远比诚实重要 麦克问也就是说你认为麦格在撒谎是吗 鲍威尔说如果他的室友玛利亚没看见 我确实会这样认为 毕竟这牵扯到贝蒂修女的名誉 听到这里 菲尔问玛利亚是麦格的室友吗 就是他看到了贝蒂和麦格在一起吗 鲍威尔说是的 于是两人又找到玛利亚 玛利亚说当时大概是凌晨一点左右 麦格兔得到处都是 于是贝蒂修女就带他去了厕所 菲尔问你跟着他们了吗 玛利亚说没有 我等在那里 但麦格没回来 我有点担心 于是就去找他 我听到浴室里传来水声 之后就看到贝蒂在抚摸亲吻麦格 麦克问还有其他人看到吗 玛利亚说没有 之后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假装睡着了 没过多久 麦格自己哭着回到房间 还说贝蒂骚扰了他 他很生气 不让我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菲尔问你说你担心贝蒂带麦格去了浴室是为什么 玛利亚说因为贝蒂之前也对我做过这种事 他把手放在我腿上 还说他爱我 询问完玛利亚 两名警探又找到了当事人贝蒂修女 贝蒂显然并不理解玛利亚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说玛利亚肯定是记错了 麦克说他说他很清楚地看到了 贝蒂说玛利亚成长于时代广场 在那个地方只要有人抚摸你就只意味着一件事 他刚来这里三个月 估计还没能转变思维 菲尔说如果玛利亚存在一些遗留问题 那麦格呢 贝蒂说我也不理解 我一直跟麦格相处得很好 可能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失望了吧 菲尔说你不否认那天晚上和他一起洗澡吗 贝蒂说他得了肠胃炎吐得满身都是 我得帮他洗干净 现在双方各执一词 没办法分辨到底谁说的是真话 于是警局的心理专家给麦格做了心理评估 发现麦格之所以离家出走 是因为他在家里曾受到他继父长达三年半的侵犯 而他的亲生母亲却完全不相信他 于是他就选择了离家出走在街上流浪 之后又来到庇护所 他曾非常信任贝蒂修女 可没想到他却也对自己做出了这种事 心理专家告诉两名警探 麦格之所以反应这么强烈 不仅仅是因为贝蒂修女对他做的事 而更在意的是他在一次的被信任的人背叛 菲尔问所以你不认为这个事情是演出来的事吗 专家说女孩的言语里满是痛苦 我不认为是演戏 于是两名警探搜查了贝蒂在庇护所的房间 果真在房间里发现了麦格生病那天穿的衣服 这让两名警探更加确信了麦格的话 可单单这点证据根本不足以起诉贝蒂 他们需要更多的证人 两名警探调查到 贝蒂已经在庇护所工作了18年了 如果他真有这种癖好的话 肯定不会是第一次这么做 于是两名警探又找到鲍威尔 鲍威尔说我在庇护所工作了6年了 从来没听过有人抱怨贝蒂 也没听说过任何的谣言 麦克问他在外面吗 你了解他的私生活吗 鲍威尔说这我就不清楚 菲尔问你从没见过他的朋友吗 鲍威尔说在捐款集资会上有个叫安妮的 他曾在皇后区的家庭庇护所工作 他们经常联系 于是两人又找到安妮 麦克问他之前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和孩子们相处的融洽吗 你有听说过什么误会吗 安妮说贝蒂做日拖三年了 每个人都爱他 如果有获奖勋章的话 他的屋子里早就挂满了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指责就是胡扯 菲尔问他为什么会离开这里 安妮说他是从教堂借调来的 他们发现他在这个庇护所 为女孩们提供节欲咨询 所以他们吊销了他 麦克问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女孩要起诉他吗 安妮说不是每个好心人都总是有好报的 调查了一圈 事情依旧没有任何的进展 双方还是各有各的说辞 于是贝蒂修女提出了对自己进行测谎 可测谎的结果也是部分通过部分没有通过 很难判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 并且测谎结果也并不能作为证据呈堂 于是思通还是决定先立案再做详细调查 在贝蒂和他的律师说明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后 律师坚持让贝蒂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思通 于是贝蒂来到思通的办公室告诉他 测谎的结果之所以会部分不通过 是因为他对麦格当天呕吐的原因撒了火 他并不是得了肠胃炎而是喝醉了 而他之所以隐瞒事实是怕麦格被驱逐出庇护所 麦格当初来庇护所是法院的分配 如果三次被带到喝酒他就会被带走 而他之前已经被带到两次了 所以当时他发现麦格再次饮酒以后 才会把他带到浴室里洗澡 还悄悄藏了他的衣服 助理问即使你有坐牢的风险 你还是愿意为麦格隐瞒吗 贝蒂说如果麦格被带走 他就会再次回到街上 你知道有多少街头少年死于艾滋病和毒品 还有多少被打背性侵吗 得到被帝的证词以后 检察官助理又去找麦格证实 助理说我们检测了你当天晚上穿的衣服 证明你确实是喝醉了 如果你在法庭上说谎那就是作伪证 麦格说我确实是喝了酒 那又怎么样了 也改变不了他侵犯我的事实 助理说你喝得烂醉 你真的记得当时的事吗 麦格说我知道他带我去洗澡了 助理问其他的呢 你都记得吗 麦格说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 我应该是晕过去了 助理说那你告诉警察的是什么 你自己编的吗 麦格说事情确实发生了 玛丽亚看见了 他告诉了我所有的事 于是玛丽亚被传唤到了检察官办公室 斯通说你说麦格告诉你贝蒂侵犯了他 可麦格什么都不知道 他知道的都是你说给他听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说的 你在庇护所开心吗 你想重新回到街上吗 玛丽亚摇摇头 斯通说那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故事 如果人们相信了这个故事 他们认为女孩子在庇护所受到侵犯 庇护所的名誉就毁了 玛丽亚说可这是贝蒂侵女自己的问题 斯通说在公众的眼里是一样的 他们就不会再资助庇护所 没了资助庇护所就会被关闭 你觉得你会去哪里 你真的看到贝蒂侵女在侵犯麦格了吗 听到这里 玛丽亚终于说了实话 她说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我只想把贝蒂侵女赶走 助理问为什么 他对你做了什么吗 玛丽亚说他知道了我跟鲍威尔的事 事情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真正的罪犯竟然是鲍威尔 他威胁玛丽亚如果他不跟自己在一起 就把他驱逐出天使之家 没办法玛丽亚只能被迫跟他在一起 这也让玛丽亚摆脱了擦洗的繁重工作 转而去做一些比较轻巧的工作 而玛丽亚之所以会对贝蒂产生敌对情绪 仅仅是因为贝蒂无意中的一句话 让他误以为贝蒂知道了他跟鲍威尔的关系 他怕因此被驱逐出庇护所 于是当他看见贝蒂和一个女孩一起去洗澡 他就抓住了败坏他名誉的机会 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 斯通立即撤销了对贝蒂的起诉 但他却不打算放过鲍威尔 可起诉的罪名是什么呢 告他性侵吗 鲍威尔从头到尾都没有对玛丽亚实施具体的身体强迫或者伤害 可斯通却认为鲍威尔拥有监管新少女的权利 他滥用了职权 并且他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六年了 斯通不相信他是第一次这么做 于是通过麦格助理得知 除了玛丽亚还有一个叫莫莉的女孩似乎也跟鲍威尔有过关系 不过他已经离开庇护所了 于是助理找到莫莉 莫莉说我在天堂之家的时候确实跟鲍威尔维持过一段时间的关系 助理问你当时多大 莫莉说开始的时候15岁 可他在一起后我不需要去厨房工作了 他还让我出差 让我能去看电影 现在想想真是不值得 助理问他有威胁过你如果你不跟他发生关系他就要伤害你吗 莫莉说他说如果我告诉了其他人 我就得离开天使之家 那个时候我无处可去 助理问你愿意出庭作证吗 莫莉说没人知道我的这段过去 我不想改变这个现状 看来鲍威尔确实是个惯犯 由于莫莉不愿出庭作证 他们唯一的证人就只有玛丽亚 斯通决定以一级强奸罪起诉鲍威尔 因为他认为即使鲍威尔并没有对女孩们实施直接的肢体暴力或者身体伤害 但作为一个成年男性 他又把一个年轻女孩送回街上的权利 并以此要求女孩跟他发生关系 这就是强迫行为了 即使定罪的希望渺茫 他也要试试看